南方地区是指中国秦岭淮河县以南 青藏高原以东的地区 面积约占全国的25% 人口约占全国的55% 本区西部分布有30多个少数民族 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级行政区域单位 南方地区西部有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 东部有长江中下游平原和东南丘陵 平原地区河湖众多水网纵横有水箱之城 山地丘陵区大多植被繁茂 郁郁葱葱景色秀丽 南方地区属亚热带及热带季风气候 热量充足降水丰沛 具有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 成都平原俗称天府之国 长江中下游平原是富庶的榆米之乡 本区物产丰饶是全国最大的水稻 生猪 柑橘 茶叶 桑残 甘蔗 淡水鱼等水产品 和热带作物产区 江汉平原 洞庭湖平原 鄱阳湖平原 成都平原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本区南部是我国重要的热带作物产区 主要有橡胶 椰子 咖啡 胡椒 剑麻 油棕等热带作物